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小朋友都很可爱嘛 然后呢 我觉得他们都非常勇敢 可能就是我的偶像站在那我都不敢上去跟他讲话 或者说跟他说一些话之类的 我真的觉得非常勇敢 那你觉得跟小朋友相处有没有什么秘诀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跟小朋友相处就是不要把他当小朋友 就是他有什么问题你都要非常认真的去跟他解答 所以你不要糊弄两句给他糊弄过去 你要把他当成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个体 就是你要跟他讲清楚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什么这件事情才会这样 就跟他平等的交流 然后之前其实你有喊话说 大家可以不用那么关注你小时候的那个视频 因为频频被大家翻出来嘛 但大家每次在重温的时候 你心里的感受其实是什么样 其实我现在已经习惯了 对 因为看多了之后自己觉得 自己就会想为什么当时会那个样子 就是为什么会拍出那样的照片 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动作 就会想这件事情 那你觉得你跟小时候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变化就是 现在过年了都会自己发红包 以前都是怎么戴红包 以前说红包现在发红包 那你现在会给爸爸妈妈包一个大红包吗 不会 因为他们也会给我大红包 完了 好记忠 记得太清楚了 那所以春节的时候会跟家里人一起 就比如说翻翻很小时候的照片 然后一起回忆 回忆你童年的什么趣事吗 好像很少 因为这种事情 感觉以前会经常做 长大之后又 感觉有这种疑似来的也很少了 因为每年翻的照片都是一模一样 再过一年还是一样的 就是差不多 对 那你其实之前有在微博上每年都会说照顾大家 所以你生活当中也是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人吗 其实我不太算是有一个仪式感的人 因为我做很多事情都很随意 除了有一些就是突如其来的仪式感 就会立马仪式起来 那春节有没有什么必备的仪式感的环节 春节就是 以前就是吃汤圆嘛 好 然后最近你有多了一个新的标签 叫弘扬鉴定专家 就是你所到之处 一定会有情侣出现 就是 749瓦的电灯泡 所以对于这个标签你有没有什么想回应呢 很 就是很突然啊 但是 因为 之前我跟 就是这次跟小小小姐看电影 她也没跟我说 小小子会来 到了之后 感觉我有点多疑 你当时内心感受是什么 我要不要走 当时其实就是觉得 想看一看他们绝美的爱情 你看 大年初三其实也是情人节 所以你有没有什么想对那些撒狗粮的情侣说的话 都过节了 还是各回各家 各小各妈 好好过大年吧 有道理啊 好 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小小的游戏环节 就是我们想让小凯把我们的这个符字填满 然后填满的同时呢 我会问一些问题 看看你们的一心二用啊 你可以用任何颜色 任何图案 任何形式 把这个符字填满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的话 你最想回到哪一年 为什么 我最想回到 2008年 嗯 为什么呢 因为 我想再看一次北京奥运会 这个愿望还挺好的 下一题 如果刷手机的时候 发现自己登上了热搜 那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如果我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的话 我觉得 嗯 看一下 大家的反应 如果我不知道的话 我就会上去 嗯 怎么了 好 下一题 如果走红毯的时候 发现跟其他艺人撞山了 但是呢 你又不能再回去换衣服了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 这种时候一般都会 继续 继续走下去 嗯 甚至还可以走出一种 留心不认得不烦 好 下一题 你听到别人说什么样的话 你会特别的开心 嗯 听到 你最近 又变好看了 那如果听到什么样的话 你会觉得 有点难过 嗯 你最近是被又胖了 好 下一题 如果有人对你说 也没有很想你 就是闭上眼睛 都是你 那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滚 为什么 如果是你的家人 或者好朋友 跟你这么说呢 我想的就是好朋友 都是真朋友 经得起考验 有没有什么 自己在2020年 比较难忘的事情 2020年比较难忘的就是 我确实异性不能耳用 哈哈哈哈 嗯 我个人呢 嗯 2020个人的 又上一次出 那2021年 有没有什么新年愿望 2021就希望再开一场演唱会 嗯 好 在新的一年 春节期间 可以接受自己胖多少斤 差不多胖了 我觉得 就这个体重就好了 所以没有想 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假期 可以大吃大喝吗 我已经给了一个多月了 你一个多月吃喝就 只是吃成这样而已吗 我一个月已经胖了 将近十五斤了 啊 胖在哪里呢 就只有我之前减重嘛 减完之后又回来了 那今年有没有什么 过春节的打算 今年过春节应该会在北京过 嗯 因为今年不是大家都会 就很少的人会回家嘛 嗯 因为今年我家人应该也是在重庆 但是我在北京 嗯 春节有没有什么年夜饭必吃的一道菜 饭 饭 所以你们过年没有什么饺子啊 或者就是必备的仪式感的一道菜吗 我觉得 我的印象中家里人过年都不吃饺子 嗯 嗯 那你们过年一般会吃什么 吃汤圆 啊 还真是每个地方不一样 然后 大年初三的时候就是情人节 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们优酷的网友 送给对方什么样的礼物 比较可以保命 而且还可以讨巧 保命 对 保命是什么意思 就很多女生会觉得你又送花又送巧克力 超级没有心意 非常的不花心思 极其的流程 有这种事情就别送 下一次她就知道原来送这些是好 哇 那万一别送了以后就没有下一次了怎么办呢 那不是我 没关系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我觉得送一点 连货吧 那春节跟情人节有什么区别 就正好一块过嘛 这么特殊 又是春节又是情人节 那假设是你 你自己会比较期待对方送给你什么样的礼物 应该不是年货吧 我自己的话 我觉得 感觉没啥缺 算了连货应该挺开心的 然而我们的重点都听着在上一句没啥缺的 因为我的需求很少 我只要 吃得好睡得好 生活用品不缺就好了 小凯刚刚说自己不乱追击了 但是今天做这个非常成功呀 感受是什么样的 就是很开心嘛 因为 因为 就是感觉 人生是有盼头的 但是今天又还有什么 就是想要跟肉业的互动呢 还有什么盼头呢 就是希望跟他在 一起在台上表演一次 你会有机会的话 你会主动 跟他要合影啊 或者之类的吗 我一般不敢亲自跟他说 所以我都是拜托我工作人员去说 那怎么这样 好的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天空跟大海的一色 天空配大海海天一色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们小凯给我们优酷的网友们 送个新春祝福好不好 祝大家2021年心想至少 然后呢万事如意 开开心心过大年 开开心心过情人 谢谢小凯